现在我们准备开始纳米刀的肝肿瘤的消融手术 手术是机器准备好了吗 纳米刀机器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吸完毒以后给它铺筋 按手术的原则给它铺筋 这个病已经全麻擦管切管擦管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伤口 这是它当时做手术 这个伤口是它当时做手术 打开本来想切除肿瘤 打开后它肿瘤包着胆管 干门部分 它就不能切除 就关上了 取了个病理关上了 证明是胆管细胞腺癌 手术后又做了介入化疗 暂时控制了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效果了 抄身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已经消好毒破好单了 下部就是准备这个纳米刀的针 这个针 它的原理就是在一个正极和负极之间 这是一个正极 它是电极 正负极产生电流 产生高压电流 短时间把细胞膜打成纳米级的小孔 这样会让细胞慢慢凋亡死掉 而不产生热量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调节这个真的暴露的电极的大小来对不同的大小肿瘤采用不同的暴露 所以这一线呢 我们一般采用两厘米就可以了 对肝脏一般是两厘米暴露就够了 如果特别大的肿瘤我可以暴力到四公分这样子 正极负极量针之间产生电流造成肿瘤的坏事 好 正正发 正正对 507020 对 我们今天做肝脏肿瘤的纳米刀消融 它可能超过奇 这个看的是什么 看一下彩色啊 再敲烟音暖一下准备擦针 然后你 嗯 你还在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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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放了第一根针 现在准备放第二根针 两根针之间的距离要控制在两厘米 两根针之间的距离有多少 两根针之间的距离有多少 看到了吗 我只看到这个针尖 这个针尖贴到这 两根针尖很清楚 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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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量到那边 量到对面就行了 好 来来 扫描一下 挺好的 今天针已经到位了 经过CT证实 针正好在肿瘤的边缘两个针 从底部我们开始消融 但是擦的比较深 在超声上也可以看到这两个针的针尖 看到吗 血压高了吗 应该是往上走了 重复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 针尖刀的难度 主要在这个布针 打了 它在肿瘤的边缘 而且它要使用两根针平行 就跟你一个手玩一个球一样 它一个手要玩两个球 这样就长得平衡就比较难了 而且中间有很多结构 要避开血管啊 肠道啊 中药的脏器啊 因为肿瘤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分区来打 而且靠这重要器官的地方 我们要特别控制它的电流电压 防止热损伤出现 做完这个纳米刀消融以后 拔针以后 你看到肿瘤里面有很多气泡 这是一个针道的拔出完以后 然后看到整个这个面 肿瘤里面变成低密度燥了 表示肿瘤里面比较好的一个消融了 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例 肝胆管细胞癌的纳米刀消融手术 这个病人本身是因为肝胆管细胞癌 开刀手术的时候探查发现肿瘤太大 包扰着胆管血管不能够切除 所以就关上了 我们采用纳米刀消融精疲穿刺 直接插到肿瘤的边缘 采用高压放电将肿瘤消融 纳米刀的这个技术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产生热效应 对胆管 血管 神经 甚至肠道的影响非常小 所以可以安全地进行肿瘤的消融 耳骨影响周药的脏气 今天手术的过程比较顺利 因为肿瘤比较大 大概11.5公分长 宽有6.5公分 所以我们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进行消融 每个部分都达来有5组的脉冲波 电压脉冲波 所以对肿瘤 从我们树中的超声波的监测 和树后的CT的监测 对肿瘤的消融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这个病例整个过程中非常顺利 希望病人能早日康复 谢谢